《科學新知》第二節 回到《科學新知》第二節 美國在太空的研究 或是宇宙學研究是一天千里 但在歐洲方面都不執書 歐洲方面最後有甚麼搞作 至少有一兩新搞作 他們公佈了一些 他們未來都會付出實行的計劃 其中有一個稍微提一下 將這些數據擺上太空儲存 但另一個我覺得紅心更大 將太陽能收集的過程 我們現在在地面上擺很多太陽能收集板 然後將它儲存上來 但現在想將太陽能採集能量的過程 將太陽能放在太空 然後在上面收集後 就立即用電磁波的方法 就不用駁電線了 直接用無線電去射下來 採集的能量 用高能量電磁波形式射下來 於是將太陽能放上太空 接下來會試 我覺得是一個挺有野心的計劃 但這個很科幻 因為我們理解 譬如現在充電電線 但起碼現在充電 未必一定要用電線 其實現在各位聽眾 你自己已經用了一些電器 已經放上一個板上的電磁爐 然後便可以充電 其實就算電磁爐當初發明時 也覺得很了不起 為何不需要用一個 不是每隻鍋都可以 連射那隻鍋就可以令到你充電 中間似乎是用電磁波的電磁 沒有導體 沒有導體 即是隔空的但沒有導體 是的 現在將電磁波玩到 將我們家居用電 即是太陽能採集到的電 都是直接射下來的 我覺得聽起來就很科幻 是的 這個當然用途很大 但我想首先問你 剛才提到的第一個 在太空儲存數據 CAT沒有那麼必要呢 為何不在地球 要放在太空的數據 其實你如果問我 地球儲存數據 你數一下在地球儲存數據 有甚麼它的風險 即是要佔地 亦都要放在穩定的能源供應隔離 即是不可以沒有電 另外它亦都需要 你有資訊傳遞網絡 可能你也要在上面拉一些光纖 一堆光纖 令它很容易傳遞出去 如果被襲擊時 這些位置就是一些資訊的欺負 的樞紐 很容易被襲擊 美國的國防部一直都很著意思考這個問題 譬如現在說一些沒有太空科技的國家 純粹用普通的飛彈導彈 或者派光炸機炸 你要炸這些東西就要炸就炸 烏克蘭已經在做 是的 現在專射你的發電站 是的 俄羅斯當然是一個自主太空能力的國家 但烏克蘭就差在未有自己太空的 那些防衛系統 如果不是這場戰爭打到太空有什麼奇 如果是面對未來 那些東西放在太空 你可以數一下 剛才我們數的一些風險可能會低一點 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差不多的科技能力 才能襲擊到它 另外就是傳輸一定不會再依賴光纖的東西 一定只能是無線電 另外就是能源的來源是怎樣 這就要配搭另一件事 如果你能夠發明一個很有效的太陽能收集板 來大量供應能量 幫你把在太空儲存的數據庫章射到地面 你就能夠發明那個能源系統 就可以幫你支持這個數據系統 而且它被襲擊的風險相對難度高一點 不是各個國家做得到 然後就是你亦沒有鋪設光纖系統的需要 它直接的訊號就無線電射下來 所以我看得到也有一定的好處在這裡 即是你放一個copy放到太空那裡 有它的點 但如果你問我純粹一個很物理學人的想法 就是你放下太空它受到宇宙射線 照射就會頻繁很多 當然加碼射線 這些射線它會怎樣呢 它真的會令到你的資料流失 譬如說有時候可能你家裡的router 無端端死了機器就可能純粹是 原來可以解釋到有部份原因 是來自宇宙輻射 我記得以前也有一個 我不可能不是太出名 但它為何Intel的晶片裏面 突然有些東西壞了 玩幾個都找不到 後來有一個人很聰明 原來是這個外太空的射線 那個人又發達了 可以是 你擺放在太空的資訊儲存 你不要說 如果太空人在太空的高能射線射得久 那個患癌風險就高 為何患癌風險高 就是因為它的DNA遺傳資訊受損 它是一個更容易資訊受損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很需要計算成本效益 就算地面 這些東西都會有一定的受損程度 看看你用甚麼載體受損程度又很不同 我們記得以前科學新知 我們有說過 究竟哪幾種載體再擺儲存資訊 最均擺我們有提及過 DNA嗎 DNA也挺不錯 有些需要用一些 那些叫甚麼 無機的 inorganic的材料來做資訊載體 也有 純粹一種膠的 可能裡面是有機成分 它其實都不是擺放得很久 夠膠擺放得很久 但上面的資訊可以散失得很快 我們擺放在太空空間時 你一定要配搭一套除錯系統 幫你定期檢查有否有錯 所以那些東西不是擺放在這裏 儲存在這裏 你需要不停用能量去運作 一部份的能量就是 可能你獨同寫和發射的訊號 接收訊號發射訊號 一部份的能量就是定期 去把那些資訊拿出來散失去 以外去看是否有錯 然後啟動它的修正除錯功能 來將那些資訊回復 所以這個太空的資訊系統 我就覺得更多是科技的問題 你說如果有更多科學問題 反而在能源系統上可以說多一點 但要報錯一件事 即使除了政府之外 其實大的企業都有很有需要 要想方法如何擺放太空 你不一定擺放太空 以後如何吵架 你舉個例子 他們Google 你Google 會不會說 Youtube 每次都在Youtube 擺放太空就擺放在軌道上 我不知道它搞下去是否有地方擺放 不過其實擺放太空也是 早霸就比較好 尤其是Elon Musk 我們說一說能源的問題 它說這個字引領了很多瑕疵 Beam solar engine from space 一Beam就想起升空旗餘機 這個很科幻的位置是甚麼 有人也提及Fleeman Dyson 這位教授也提及過 你如何看外星高科技 高智能科技 就是如果星球上的文明有能力 不僅使用星球自己本身的化學原料 而是能夠跳出太空 拿回自己的太陽上放出來的能量 採集來用就是這個外星文明 走向更高階的一個標誌 即是它有沒有一個裝置在太空採集能量 現在地球人 歐洲太空重處就是教這件事 後面有維基百科其中一段 這個Dyson Spirit 我們很早期也提及過 就是你判斷一個文明 它有多有的高科技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指標 但它如何使用能源 詳細我不說 但它很厲害的地方 1960年寫這篇 paper 是 今年是2022年 即是60多年前 它已經寫了 而且它寫的時候很年輕 這個人 我在這裡有一個請求 科學回憶佬可不可以說一下他 值得說 將來 是的 值得說 我認識這個人的名字 並不是在科學上的 他是正式在量子力學有去貢獻 有去命名的公式 所以就是歷史流明 在學問中有建樹的人 是的 聽說他很聰明 他好像在10歲 看自己的自學微積坤 你看他的樣子也很有神童的感覺 看到這個樣子是老神童 即是古年輕時一定是神童 是的 也有些學法同顏 他是英國仔 相當知道 總之有很多東西 他不是一瓣 是很多瓣 Anyway 別管他 是的 剛才你說的 你覺得他的成績有多高 即是這件事搞得如何 我想他仔細的計劃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 如果擺放實行的話 我想他一定會有些prototype 有些試驗件放上去評估一下 其實這裡又要借回剛剛這個星期 美國的再次登月任務 Artemis的任務 其實現在他有一個意外的驚喜 因為他的機組發射了上去 他要打開太陽能收集板 他竟然發現太陽能收集板的效能 表現比他如期好 我們現在有能力做到一些 比以前更有效採集太陽能的裝置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採集功率可以不停地提升 即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元件 將它有效地發射下來的時候 我們在地面接收 即是說我們有多一個能源來源 而那樣東西是不需要電線的 直接射下來而已 但如果你說說我都不太明白 譬如說有那麼多方向我們可以採集能源 為何我們現在還要用那麼原始的化石能源 那些東西仍然是很便宜的 你發覺為何明明有那麼多可載新能源 又說到風力又怎樣怎樣 一切都是成本效益 是否大家一起起風扇 但有些國家的風特別夠強 那你的成本效益就夠好 太陽能也是的 香港的天氣是數不好的 現在回到風也下兩天雨 那你採集什麼太陽能呢 是啊 即是你擺到沙漠的地方 擺沙漠是好的 因為夠乾燥 但經常怕風沙會蓋著塵 我曾經說過 德國的太陽板 多了冬天要融個樹才採集 即是多個魚 但你仍然擺放太空就少了這個問題 尤其是如果中間沒有電線的話 你喜歡射到哪裏呢 你擺幾個在上面巡用 你這個充足一天電 我第二天回來 你又射到哪裏給我 其實聽起來的招式很妙 我們亦有這樣的科技條件 但問題是 你是不是已經到達一個位置 合乎成本效益地去做 其實可能在上面擺放一個機器 採集太陽能之後 你要運用它的能量 射到一些能量下來 本身也要花費很多能量 原理就等於你採集發石能源 本身也要用能量才採集到它 但原來你發覺你只需要 出半斤力可以拿超過8兩 那你就有好處 你就會採集它 但這個關不關乎 Thermal Dynamics定律的問題 都會關乎 但在那裏告訴你 你最後能否做得過 現在似乎我們有這樣的條件去做 但一定有提到一件事 它的能量 你主要是說不是低的能量 是一些很高的能量 這樣源源不絕 是經由衛星射下來 如果我在中間不小心阻礙它們 我便會很大 你又要看一個問題 我預期它會用一些頻率相當高的訊號 但也要小心 就是那些訊號 不要那麼容易被大氣層吸收 如果可見光訊號 大氣層就不會怎樣擋到 但你如果用可見光射下來 你就很明顯看到上面 整束光射下來 就算你射到大氣層 也有些損耗散射 所以你要找一個正確的頻率 從而令到它可以當大氣很透明 能量不會中間很大的散失 然後你下面接收那件事 就專門就住它的頻率 來吸收它 然後就可以做到能量 可以搖拒光速地傳遞 所以你要研發過程中 你一定要嘗試了解 就是大氣實際的干擾會有多少 最理想的頻率是甚麼 但你問我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會很不喜歡你居住的家裡的天棒 做過那些無線電電話的訊號收發器 有很多人吵過 這件事很容易令到癌症 甚至乎專門說 令到有些人老生癌症 我這裏不敢說是否100%無關 但如果從物理去看 關聯不大 但只不過是因為功率還未夠高 如果功率再高一點 會否有這個問題大一點 現在我們在說 將這些太陽收集到的能量 很大量地 相對比較大功率地去收發 可能大家都會擔心 但同一時間 其實有一些強力的電池收發訊號 都是正在發生 不過差在哪個位置 那個位置可能比較遠離民居 周圍用了你都不太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機會搭船去葡台島 你離開了香港島 然後向葡台島盡發望 在香港島東南邊的海岸 其實有一堆衛星收發碟 那幾支差 我想台長如果你做新聞 其實你會知道 原來你用的那個東西都不知道 香港很多這些古典精怪的東西 是的 很多 你再說下去可能會有什麼 有敏感題目 但有正經的文用衛星訊號收發 一定有 一定有 所以那些功率也是高的 但功率是否高到一個地步 因為我們現在想傳輸的不是訊號 而是能量 所以我們可能能量要比得更高 但傳輸能量的時候 又用得不浪費 如果順便放在數據中心 那就好了 將資料都可以收發下來 其實它是集幾個功能於一身的 首集是一個發電機機組 採集太陽能 另外就是它的資料中 儲存數據 另外它自己本身一定有通訊功能 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未來世界正在建構的東西 現在有歐洲太空總署 決定將這些項目提上日程 我不會說最後一定是活動 但它們真的會認真地去試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樣 以我們去做新聞的經驗 那些已經發明了通常的滯口 大概是二、三十年左右 其實是想到二、三十年 但是公佈出來 就差不多有七、八成 其實這條橋通常 一開始公佈出來的時候 大家很快計算完 就不是很合乎成本效益 現在你發覺衛星收發的技術便宜了這麼多 那些物料亦比以前 你找到更多豐富物料的內容性能更高 另外太陽能收集版的效能提高了很多 而且我們處理那些資訊的密度 能力也越來越高 晶片的運算能力也越來越高 一切都是要到這堆東西水到渠成的時候 才會變成一個似乎會合乎成本效益的範圍 所以你見到為何這麼快 不是以前沒有想過 想過之後覺得 計量數數也不太適合 現在這個成本越來越低 所以很多東西很快 不過再想問一問你 這涉及陰謀論的問題 傳說之中美國有一件事叫HARP 和你剛才所說的是否接近 如果HARP是和電池波信號有關 甚至是否有用到激光 我不敢說 你一定要知道 將它的功率參數了解清楚 大哥未必告訴你 但HARP肯定有 現在已經公開說了 一直都有 這個我留給姐姐說 你一節有記憶 我們下一節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持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 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